第348集 颇感忧虑 选派幼童出洋留学的奏折获得批准 曾国藩心里十分愉悦 身体也渐渐好转 但就在这时 家里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曾继泽唯一的儿子童儿夭折了 继泽夫妻悲痛欲绝 欧阳夫人也寒悲隐气 曾国藩也不禁老泪纵横 这些年来 他一直为曾氏家族人丁不兴旺而暗自忧虑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更叫他情绪低落 毕竟久经患难心性豁达 他强忍悲痛 说生儿育女全凭天命 劝夫人保重身体 要继泽夫妻不必难过 继泽夫妇只得寒悲止泪 劝慰父母也不要太伤感 同志十年7月26日 曾国藩给在老家的国皇和国权写了家书 成帝原地左右 很长时间没有给你们写信了 最近也没有接到你们的来信 想必各家都平安 想必各家都平安吧 继泽的儿子童儿在七月间发作慢惊风 二十三日有刻夭折了 前些日子我还不知道他有病 直到二十二日才知道 他腹泻已将近二十天 潘永已经有七天 因为病情不是很紧要 所以没有请郎中 也没有吃药 二十二日冻风的时候 就已经病危 且难以治愈了 这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看他八字里五行缺水缺火 与甲医的儿子缺水缺木一样 就已经料想到 他很难长大 可想不到 居然如此之快 记责夫妻一年过三十 难免非常地忧伤 可这种事全凭天意 不是人力所能主持的 也只有安心听命 我年老体衰精神疲惫 也害怕听到这类事情 只能强迫自己努力地排解 来珍惜余下的时光 两位兄弟尽管放心吧 擅长领来一个婢女 说是给我做小妾的 是昌明筹办 弟弟们也同意这么做 可由于我精力不忘 也是将不久于人世的 我也不想耽误他 因此没有收纳 果断日子 就请没人另外责任昏配吧 长江境内的士兵太少 有了急事也难以依靠 如今让张和才 招募相拥三千人往东来 调派珠塘州 李建斋为营务处 梅旭安为支应委员 薪水方面 珠塘州六十两 李建斋梅旭安 两人各四十两 只对这三人稍作安置 除此以外 来谋求差事 但没有职位的人 还是很多的 我一天比一天衰弱 每天常想多躺躺 多睡睡 公事也不能认真批阅 深感愧疚 看书还没有间断 不看书 就觉得心里不安 偶尔写些古文 却一无是处 罗汝怀那里 有文章两篇 这里有封信 还请弟弟转交给他 丁善庆先生的文章一篇 请弟弟交给他们家里 上次曾经寄信 这次就不写了 祖父父亲的两处目表 已经写好 都不是很满意 下次再寄回 假如能用 就请原地写成堪客 左帅上书举荐原地 何湘泉 我这里也听说了 不过 他萌生隐退的念头 我却没有听说 张和财 说他精神百倍 酒量饭量都还很大 目前派刘行三出关去 搅出新疆伊犁的贼匪 左帅平定甘肃以后 唯恐将来还有很多事情 也是由于天生有过人的经历 才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 我准备八月初 出省进行大检阅 大约两个月时间 才能回省 这期间正值秋收 田间有受旱灾的地方 大概还能有七八分的收成 土朗仙被外放为湖南涅斯 他原本是有德行的 也有才能 这是咱们湖南人的福气 此间问好 家书寄出 曾国藩便静下心来 办理政务 八月初一日 曾国藩专折奏报 湘怀各军报销委案 至此 军费报销终于结束了 十二日 他大早起来 赶赴教长 检阅江宁省城都标兵四营操练 再检阅 悬炼新兵五营 演练火器 即流防的湘勇二营操练 操练完毕 他勉力各营勤家训练 多学一些洋枪洋炮的技术 检阅回来 他对夫人说 过几天要到外面去巡视一段时间 有一件事要跟夫人商量 欧阳夫人微笑说 我一个妇道人家 向来不问你的军政大事 又何必跟我商量呢 二月间啊 原地来信中 附有聂一封的书信 聂一封说 他家的老二 在江南制造局当委员 托原地向我家满姑提亲 当时病情严重 我也得了病 就没跟你说了 聂一封这个人 你还记得吗 你是说横山涅肠子 几次会事都不中的那个 欧阳夫人呢 记性好 尤其是玉居京师时 她作为贤惠的夫人 对丈夫那些来过寓所的朋友 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聂一封是横山人 在寓所前前后后 住过半年之久 印象更加深刻 正是 那是个好人 人品好 学问也好 可就是考场运气不好 我记得她三次落榜 第四次才中了进士 欧阳夫人仰起头 慢悠悠地说 似乎在回忆京师 甜蜜的生活 她还记得 聂一封的夫人 说过的去世 聂家呀 是横山书香门第 家境呢 却并不富裕 聂一封 原名聂尔康 原配甘氏 年纪轻轻 就已经过世 没人把张小姐的羹铁 送到聂家 聂一封 听说张小姐没有裹小脚 心里不大满意 请二哥聂有香 将羹铁退还张家 他二哥精通命理 算出张小姐有帮夫运 便想出一计 将羹铁 抄写一份 加在弟弟的书里 过了几月 聂一封翻书 发现羹铁 想到南方啊 如果不满意 必须得三天之内 退还羹铁铁的风俗 以为自己没有退还 羹铁 既然错在自己 那就不能对不起张小姐 于是到张家下聘定亲 婚后呢 张小姐成了张夫人 她勤俭持家 让聂一封专心读书 考取了举人 可惜啊 会是三次落榜 一天夜里 夫人梦见有人报喜 喜报上写的 聂太第四十名 劝丈夫改名聂太啊 来应梦 聂一封 功名心切 第二年的大笔 真的改名聂太去报考 果然中了 第四十名的进士 还钦点汉林 这知道的人都说啊 聂家的夫人呢 真有帮夫运 我也记得 聂一封 先封二年考中 点了汉林 三管后 分到广东当支县 每到一处 都捐献养莲银 办公益 段玉清明福重 百姓拥戴 官生口碑好 现在是高州的知府了 欧阳夫人呢 对满姑的婚事 十分关切 就问呢 聂一封书信里 怎么说的 曾国藩微微一笑 聂一封啊 去年秋天来信 说冒昧高攀 求我家满姑 嫁给他家的次子 他的次子 名叫聂姬龟 自中方 秀才出身 今年十九岁 在制造局 当委员呢 这孩子 我见过一次 通宵洋物 人也不错 配得上我家的满姑 我委婉地回答 说要跟成帝 原帝 商量之后 才能决断 这不 去年冬天 他带着老二 回恒山醒亲 特意到 荷叶堂 拜访 成帝和原帝说 兄嫂 舍不得满姑 他们聂家 有四个儿子 提出 要他们入坠 聂一封 犹豫片刻 也说 要回去 跟他夫人商量 现在 我也跟夫人 你商量一下 然后 再到上海 去看看这孩子 夫人明白 曾老九 向来眼光很高 自己的丈夫呢 又善于向人 自己不用多操心 想了想啊 说出了自己的心思 夫子你 见多识广 我一向都听你的 可是 从大姑到四姑 四个女婿 你自己都不满意 既然成帝和原帝说了 你 回来再说吧 唉 别人都说 我会向人 可四个女婿 都没有选好 哪里还谈得上 会向人呢 我也心里惭愧呀 曾国藩 沉重地叹息 好一阵 才接着说道 经过了这些事 我也不敢 擅自做主了 先跟你商量 还要 听下满姑的意见 你看怎样啊 夫子能这样 我就放心了 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进去告诉女儿去了 十三日 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曾国藩带着黎树昌 吴汝伦 还有薛福成等人 出省 检阅水陆军营 兴致勃勃 来到下关码头 徐兽等人 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小火轮 早已开到码头 站在船头迎接 这些年来 徐兽等人 与容红十分融洽 聪明才智 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精心制造出 许多条火轮 田急号轮船下水 在国内引起了轰动 也极大的鼓舞了 中国人的信心 洋人也在 士林西报上 撞文赞扬 这让他们 更加的信心百倍 认为 中国人一定能够 徐徒自强 感谢您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